好 不过美伊之间的情势也再度的升温 越来越紧张了 那么自从五月份开始 美国的白宫就对于伊朗进行了一个全面性的制裁 然后也要求其他国家不可以跟伊朗做生意 但是有人就是不听话 就是中国 因为现在就发现中国的这两家国企 包括有珠海阵容以及中国石化 都跟伊朗买石油 那对此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要对这些跟伊朗做生意的中国企业来制裁 要制裁珠海 但是这到底要怎么做并没有明讲 好 不过现在明明是美伊之间的问题 现在却把气迁怒在中国的珠海阵容身上 那实际上其实中国确实也跟伊朗买了很多的原油 我们看看这一张图表 你可以看到大概有两成以上的原油 都是由中国所购买 那其次才是欧盟 日本以及印度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 其实不是只有经济方面而已 在军事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动作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叶门上周发生了一个战争 那这个战争是什么呢 是由美国联合了沙烏地阿拉伯 还有叶门的政府军 多国联军三面夹攻去轰炸叶门的一个首都 那为什么要轰炸叶门首都呢 因为叶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胡塞叛军 那就是由伊朗所资助的一个反叛军 所以呢去轰炸以后呢 也是在打击伊朗 那实际上当天的这个开打之后 就摧毁了五个防空导弹基地 以及一个胡塞叛军的大型导弹军火库 好 那其实很多人事后都有问说 当初美国就可以攻打伊拉克 为什么这一回不要直接派军攻打伊朗呢 因为伊朗其实还有握有一张王牌 这个王牌呢 就是他们拥有2000多枚各式弹道导弹 好 我们带你来看到 包括现在已经研发到流星5的这个导弹 它的射程已经达到5000公里 涵盖欧美 那再来还有尼什二 发射非常的快速 在准备前的这个前置时期 不会很久 所以可以打完就跑 然后呢 避免被敌人锁定 好 所以说呢 他们是有恃无恐啊 因为呢 早期他们就很 积极地在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部分 因此呢 现在非常倒霉的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叶门 美伊之间的战争变成了 由叶门当代理人 代理人战争就在这里开打 好 那实际上 在美伊之间的问题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伊朗 其实也查扣了一艘英国的邮轮 好 但是呢 当时伊朗有释出了一个内部的画面 说你看这些人质啊 我们都很人道地对待 大家都有说有笑 但真是如此吗 我们再透过画面 带您来进一步地看看 画面上身穿红衣的邮轮人员 看似平静正在开会 但站着的男子一句话 揭开假象 不开口没事 一叫大家别乱看 反而所有人一起转头 这段画面来自被伊朗扣押四天的英国邮轮 史丹纳帝国号 伊朗官方释出画面 想要强调友善对待人质 船上厨师切菜 还不忘面带微笑 但显然是事先塞好的 当地时间19号 伊朗革命卫队在河沫子海峡 强行扣留这艘英国邮轮 就是为了报复 越出伊朗邮轮被英国制裁扣押 抢了他国邮轮 还把船上国旗换成自家的 伊朗似乎铁了心 要和西方国家作对 先扣骚英国邮轮出个气 接着宣布已经抓了 美国CIA在伊朗的17名间谍 还表示要全部处死 但美国总统川普可不吃这套 如今伊朗因为国际制裁 开始针对所有经过 和莫子海峡的西方邮轮 美国也因此派出 500多名美军进驻沙鲁地阿拉伯 中东紧张情势 一触即发 本新闻 注意好报道